大家好 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伯 我是文 我們今天來介紹東京最長的 油頂跟五頂商店街 首先就從油頂商店街 武藏小箱開始吧 油頂商店街的好處就是 下一屯不怕被雨淋濕 然後因為這樣的商店街非常的長 所以可以細細的逛 可以逛上一整天喔 像這邊也有賣巨大聖代的 特色甜點咖啡店 臥頂賣一鍋 商店街也可以挖寶一些小物跟二手家具 加Makino天婦羅定時店 每次經過的時候都大排長龍 商店街走到你左轉 就可以到東橋推薦的 私房餐廳Kitchen Rips 超級好吃的 太好吃了 這樣小餐大概走五分鐘之後呢 就可以到東京最長的商店街 護月營坐啦 我們現在來到護月營坐商店街了 這邊也被稱為日本最適合居住的街道之一 護月營坐這邊啊 有很多像這種比較富豪的 飛臉手的咖啡廳 在這邊坐著看一下商店街的人 過來都去 蠻有味道的 其實日本的商店街啊 通常都還有蠻多咖啡店的 其中也有像這種可以直接 take out 然後設計很有味道的店家哦 好舒服哦 好舒服哦 超店街的兩排啊 多特色的小料理店 可能是因為今天下雨的原因 所以不用排隊可以來到這一家 超有名的蜥蜴炸雞店 炸的超棒的 這個一咬下去啊 雞汁整個流出來耶 這家店炸的自己非常非常好吃 我覺得商店店店太緊 然後腳踪了很快的時候 可以來這邊泡溫泉 好舒服哦 以上就是武藏小山 加上護院宇宙的介紹 我是鮑勃 我是蘭 大家下次見 拜拜